各位朋友大家好 北戴河会议之后 北京的四大政治派系之一的团派 开始展示他们的力量 这也说明在北戴河会议上 习近平派系是受到了挫折 团派和其他反习近平的心力量开始反攻了 8月18号 李克强在遭受特大水灾的河南考察 这条李克强到河南考察的新闻 北京的主要官媒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都没有报道 不过中国的其他媒体还是进行了报道 按道理说 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 他是代表党中央到河南灾区去视察慰问的 北京官媒理应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新闻来报道 就是报道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可是现在习近平控制的北京的主要官媒 他要故意贬低李克强 就不报道李克强视察河南灾区 这其实不只是贬低李克强个人 也是贬低党中央对人民群众关怀这样的事情 由此可见 现在北京高层的政治斗争已经非常的激烈 已经到了不管是不是伤害北京党中央威信和声誉 不过从网友的留言来看 人们对李克强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说他是人民的好总理 这就有一点接近当年对周恩来的评价了 在1976年4月5号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 当时有很多人聚集起来 自发的所谓调念周恩来 这个其实就是借机对毛泽东不满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 人们给周恩来的评价就是人民的好总理 这样的评价让毛泽东看来当然非常不舒服了 因此现在中国的网民说 李克强是人民的好总理 这样的评价肯定也会让习近平看了之后非常不舒服 不少人对李克强时隔一个月之后 才到河南灾区去视察表示不满 说他应该早点就去了 其实这还不能全怪李克强 因为李克强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他也没办法早去 在7月20号的时候 河南郑州发生了特大水灾 300多人死亡 可是让人们吃惊的是 第二天7月21号习近平却到西藏去视察 还接受一个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的迎接国兵级别的欢迎仪式 如果在习近平那么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中 在习近平欢声笑语视察西藏的时候 李克强到河南去看望那个水深火热的灾民 这样的反差就太大了一点 等于对习近平打脸让习近平太没面子 所以呢 李克强当时不去河南看望受灾群众 是有说不出来的政治原因 那么这一次李克强去河南视察 那8月18号下午 他就到了郑州地铁5号线去视察 并且到了地铁那个实地 就是发生事故的地方去考察 因为根据北京官媒的报道呢 在郑州地铁5号线的隧道里面有14人死亡 李克强去这个发生事故的地方视察 那有强烈的政治意义 因为根据北京的政治惯例 高级官员去视察呢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一种普通的视察 这种视察大部分就是个走马 观花看一看那就算了 但是第二种视察呢 就是高官到出了问题的地方去视察 这种视察就没那么简单了 它往往就是意味着要追究出问题官员的责任了 比如说去年2020年4月20号 习近平就到陕西秦岭去考察 习近平去秦岭当时有政治目的的 因为习近平对秦岭的违章建筑 所谓违章建的别墅特别在意 他先后做过六次的重要批示 但是呢 陕西官场就是顶住不为所动 以至于习近平最后达到一个震怒的地步 那么习近平去秦岭啊 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对陕西的官场发出警告 当时习近平说 秦岭违建是一个大教训 从今往后在陕西当干部 首先要了解这个教训 切勿从岛覆辙 那么这一次李克强去发生重大事故的 郑州地铁五号线视察 当然也不是随便去的 它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李克强在当地发表讲话的时候呢 就特别强调要彻底调查事故的原因 对有实质独职行为的人要追责问责 在此之前呢 国务院就派出了中央调查组到河南郑州进行调查 所以这次李克强也专门提到了中央调查组的问题 李克强说 这件事在全社会引起很大的影响 中国国务院也成立了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 要实事求是 把各方面情况调查清楚 与此同时 应对实质独职行为要问责追责 警醒后人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所以呢 李克强也特别强调对那些发生事故的原因要进行彻底的调查 对实质独职的人要进行追责问责 这个事情呢不是一般的调查 追责问责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河南省委书记 郑州市委书记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都是习家军 所以李克强要对河南的主要领导干部 对他们进行追责问责 那当然就是要让习近平难堪了 因此呢 这一次李克强到河南灾区视察 不仅是代表党中央去视察灾区的群众 也是一场向习近平发难的政治斗争 熟悉北京政治的朋友都知道 现在北京有四大政治派系 除了习近平的习家军之外 另外三派呢 都是反习近平的 这三派就是红二代派 江泽民为代表的上海帮 胡锦涛为代表的团派 红二代派和上海帮啊 他们的优势就是经营时间长 数大更生 劣势呢 是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 不过呢 现在人普遍寿命延长嘛 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是很健康 在这一点呢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红二代派和上海帮的劣势 胡锦涛的团派 虽然说经营时间比较短 根基没那么深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年龄比较轻 因此呢 这一次呢 在和习近平对抗的三大派系当中 团派也是有不小的优势 那么在这次的 北戴河会议之后 除了团派的李克强高调政治 在郑州亮相啊 向习近平发难之外呢 团派的灵魂人物胡锦涛 突然啊 有人在网上就曝光出所谓 胡锦涛退休之后的日常生活 在8月19号呢 大陆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干中学学中干 他就曝光了 胡锦涛退休后的生活的动向 因为胡锦涛这种退休前领导人 他们一举一动 其实都是极为敏感的 那么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有人又突然曝光这个胡锦涛的退休生活 那当然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曝光嘛 他是要替胡锦涛刷存在感 要替胡锦涛造势 而且呢 这次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 他曝光的胡锦涛的退休生活 还是让人们大感意外的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 他是怎么说的 这个微信公众号说 胡锦涛退休后最大原则 是不跟任何人谈工作 但喜欢同普通人聊天 据了解 胡锦涛每天早起后 就会练书法 吹口琴和剪指 性质一来 还与夫人扭上一段东北央歌 当然身为中国国家退休领导人 他的日常生活与普通百姓 毕竟还是不同 根据1982年的老干部退休制度决定 老干部退休后 基本政治待遇不变 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 按照规定 胡锦涛等人依旧可以阅读文件 听重要报告 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和重要政治活动等等 而胡锦涛退休前的医疗 交通等待遇也一律不变 这个微信公众号曝光的 胡锦涛的退休后的日常生活 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重点 他就说胡锦涛退休之后 他还可以阅读文件 听重要报告 参加某些重要会议 参加某些重要活动 这就说明了 胡锦涛退休 他不是完全的退休 他不是说任何政治事情都不参与了 他还是要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 这个曝光啊 说胡锦涛阅读文件 这个文件当然就是指的中央的重要文件 机密文件 一般的文件 他当然也不会去阅读了 这里又说到胡锦涛听重要报告 这就有点意思了 因为所谓重要报告 当然不是说胡锦涛亲自到那个会场去听报告 当然是有人要向胡锦涛汇报重要的情况 这叫做听报告 那么现在呢 也就是说中共的高层的重要事情呢 估计呢 还是需要向胡锦涛进行某种的汇报 再说胡锦涛要参加某些重要会议 那就更有意思了 胡锦涛参加会议的级别 当然就是中央最高级别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的会议 所以呢 这也就是暗示说呢 胡锦涛退休之后 他还是不时的要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的会议 那总而言之嘛 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曝光 胡锦涛的退休之后的日常生活 其实他是要告诉人们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胡锦涛他并不是完全彻底的退休 他并不是从此之后完全不过问政治了 胡锦涛还是在参与北京的重要的政治事务 比如说看机密文件啊 听会报啊 参加中央会议啊 这样一来就是替胡锦涛造势嘛 就是让人们你们不要误以为 胡锦涛退休之后 他什么都不管了 什么都不是了 胡锦涛还是在问证的 而且呢 在重要的问题上 他还是有发言权的 这样一来呢 不仅就是替胡锦涛造势 也是替胡锦涛的团派造势 他就是要告诉人们说啊 胡锦涛和他的团派 还是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和发言权 还有第二点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个微信公众号曝光说胡锦涛除了练书法之外 他还要吹口琴 还要跟夫人扭东北央阁 这就让人们对胡锦涛的形象是大为的意外呢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胡锦涛是一个极为刻板极为严肃的人 所以呢 过去还有人给胡锦涛起一个外号叫面谈 就是胡锦涛在公开场合下 他的表情极为严肃 什么表情都没有 所以呢 人们想象不到胡锦涛的私生活还是很活泼的 他要吹拉弹唱 吹口琴扭秧个 好像和胡锦涛那么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不是太相符合 他好像原来是一个性格很活泼的人 那这样的曝光应该说给胡锦涛也加分不少 让人们感到胡锦涛也不是那种刻板无聊的人 他还是一个性格很活泼的人 大家都知道前领导人江泽民性格就是比较外露比较活泼的 喜欢什么吹拉弹唱 那过去人们对江泽民这种吹拉弹唱的性格 其实评价不是太高 但是后来人们反而觉得江泽民这种吹拉弹唱的 开放的性格还是比较有好感了 认为这叫做真情外露不装 所以这反而成江泽民优点了 在8月17号 这是江泽民95岁的生日 不少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向江泽民发出祝福 有网民在微博留言说 今天是你的生日 祝你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更多的网民就贴出叫做生日快乐 并附上这个蛋糕样的一个表情包 江学新报8月17号又发表了热烈庆祝江泽民主席诞辰 95周年的专刊 公开对江泽民喊万岁 在这个江学新报上 他就公开说 敬爱的领袖江泽民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三个代表思想万岁 江学主义胜利万岁 世界哈斯大团结万岁 那么中国的网民对前任领导人喊万岁 也是极不正常的事情 这也就说明中国存在强烈的反习近平的情绪 这些人吹捧江泽民其实就是反习近平 就像1970年4月5号 在天安门广场爆发那个周恩来的运动 他们调念周恩来其实就是反毛泽东 港媒也报道说 很多内地的网民在祝福江泽民95岁生日的评论中 在评论中写一个加1S 就是意思要给江泽民受命再延续一秒 就是表现出很多人希望江泽民更加的长寿 这也是对习近平一种不满的表示 当然了这种对江泽民的赞美 让习近平也是非常不爽了 他要拿一点更厉害的东西来 把江泽民给压下去 在8月19号在西藏就举行一个庆祝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 这个会议是非常的隆重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亲自到西藏出席会议 并发表讲话 这次大会的会场是非常引刃注目 习近平是终于把他的巨幅画像挂到会场上了 而且习近平还给西藏送去一个非常巨大金币辉煌的匾额 上面提词说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援伟大复兴梦想 那么可以说这一次西藏庆祝大会 就是让习近平圆了一个梦 就是圆了一个把他的巨幅画像挂到大会会场这个圆梦 那么习近平他就或许认为 只要把他这个巨幅画像挂到了会场上 他的政治地位就可以坚如磐石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家都知道当年华国锋那个巨幅画像是和毛泽东并列 都是挂在会场上的 但是华国锋他反而成了中共最短命的领导人 因此习近平热衷于这种巨幅画像的虚名 他并不关心干一些怎么样才能真正得人心的事情 所以习近平这么干反而是让他的政治对手声望更高了 因此我们看这一次李克强高叫的到河南视察 胡锦涛又曝光退休生活 江泽民的生日是热烈庆祝 这些都说明现在中共体制内反习近平的攻势是越来越强 政治斗争可以越说越来越白热化的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